今天的经文取之于《特撒罗里加》后书第二章1到17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 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无论借着灵,借着言语,借着冒我的名写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不要让任何人用什么法子欺骗你们 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叛教的事 并有那不法的人,那沉沦之子出现 那抵挡者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明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唯要使他到了时机才出现 因为那不法的隐秘已经运作 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挡的 要等到那阻挡的被除去,才会发作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出现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以自己来临的光辉摧毁他 这不法的人是靠撒旦的运作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诡诈 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好让他们得救 不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引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幻 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祂拣选你们为初俗的果子 使你们因信真道 又蒙圣灵感化成圣 得到拯救 为此,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 呼召你们 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 凡所领受的教导 无论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都要坚守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及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你们 这是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请坐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让人难以分辨 而且多到让人瞠目结舌 从我们每一天接受的资讯 到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 都离不开伪造和欺骗的事 假新闻 假个资 假照片 假广告 假留言 假食品 社交平台上面的假账号 交友平台上面的假照片 假学历 假投资 假包包 假产品 假的产品评论 诈骗电邮 诈骗电话 诈骗短信 这些招数 无所不用其极 最近近年来 还有很火红的人工智慧 更是产生出了 让很多人难辨真假的东西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 每一天都会遇到这些的事情 虽然这些虚假欺骗人的东西 已经是让人见怪不怪 但是当我们自己 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 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感到惊讶 还有害怕 更可怕的是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 人会慢慢地对于人事物产生怀疑 为了保护自己 对任何一切的事物和价值观的真实性 都以怀疑的态度来面对 这样的情况 对于基督徒来说 是很大的冲击的 特别是当我们生活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怀疑 甚至是对神失去信心 从今年的一月开始 我们的讲到系列的题目是 熬炼的生命 接着旧约的但以理书 和贴萨诺利加前后书 我们知道 虽然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 但是神以祂的主权恩典拯救祂的子民 并且在这个充满苦难的成圣旅途当中 神自己保守和带领祂的子民 一直到复活的耶稣 荣耀再来的时候 尤其是贴萨诺利加前后书 更是清楚地教导 还有鼓励当时的教会 还有今天的我们 在苦难的生活当中 要仰望将来再来的耶稣基督 上一回王牧师在讲第一章的时候 也大致了浏览了贴萨诺利加 前后书的后书的三个主要题目 第一个就是鼓励受逼迫的教会 不要灰心 第二个是纠正主再来的日子的歪理 第三就是教导教会如何处理 懒散的人 在第一章中 我们看到贴萨诺利加教会 仍然的受到了信仰的逼迫 所以保罗接着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将要在不信主的人 和信主的人的身上得荣耀 来鼓励和安慰 在患难当中 教会要仰望公义 和拥有主权的耶稣基督 来到第二章 保罗要继续地把这个焦点放在未来的事情 首先他必须消除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谣言 就是有人在贴萨诺利加教会当中散布谎言 说主的日子已经到来 接着在纠正这个虚假的说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保罗提醒信徒 即将发生叛教的事 还有即将来到的不法之人 这两者都必须在主耶稣来临之前出现 最后保罗将以感恩 劝勉和祷告来结束 这一个段的鼓励还有教导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将要认识到一个真理 因为将要再来的耶稣 是拥有主权的君王 所以圣徒要站立得稳 我们先简单的来解释 什么是主权 什么是站立得住 神的主权指的是 神在整个创造当中 拥有了至高的权威还有能力 他包括神对宇宙中所有的事件 情况还有生物的绝对的掌控 这种主权表现在神能够按照自己的旨意 还有目的来统治和引导一切的能力上 这表示神掌控着一切的事物 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 是超出神的知识 还有许可或者是控制之外的 神的主权是人对神的顺服 信靠能力 还有安慰的根源 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第十五节这里 所教导的 你们要站立得住 就是要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 有坚定靠主的信念 就好像当我们乘达巴士的时候 站在巴士内 我们必须要警觉地抓紧车上稳固的柱子 好让巴士在行走的时候 我们不会跌个东到西歪 所以在这个真理当中 我们可以引出三个意念 第一个 因为将要再来的耶稣拥有主权 是拥有主权的君王 所以圣徒能分辨所信 也要生之所信 第二圣徒要警醒预备基督的再来 第三圣徒也能够活出基督再来的盼望 首先因为将要再来的耶稣基督 是拥有主权的君王 所以圣徒能够分辨所信 也要生之所信 第一到第三节上 保罗说 弟兄们 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 无论借着灵 借着言语 借着冒我的名写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不要让任何人用什么法子 来欺骗你们 开始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保罗说 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的聚集 然后之后呢 他又提到了主的日子 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口气和用词 很明显的是要把我们 带回到上一封信 保罗在《提撒罗伊加》前书四章当中 鼓励还有安慰信徒 在失去所爱的人 而感到忧伤的时候 要因为基督将要再来 而有指望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 这么说 我们照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 主来临的人 绝不会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召集令一发 天使长的呼声一叫 神的号角一吹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然后我们这些 活着还存留到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会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然后在之后的第五章当中 保罗也教导说 主的日子来到 会像贼在夜间突然来到一样 所以王牧师也特别的解释了 主的日子 这个词不单单是 只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日 也包含了主再来的前的一段的时间 会有很多征兆的一个时期 所以关于这些事 虽然保罗在之前已经教导过 帖萨罗里加教会 但是保罗确实还是收到了消息 所以有人在基督再来的课题上面 有目的性的 有计划性的 借着灵 借着言语 借着冒我的名 写的书信 各样的方法来欺骗了信徒 导致了信徒的心动摇 还有惊慌 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到 亲爱的 一切的灵不可都信 总要检查那灵 那些灵是否出于神 因为有许多假先知 已经来到世上 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有人用了他的教导 向假先知说预言的方式 加以的曲解 然后用以额传额 和冒用保罗的名字的书信的方式 来大肆地渲染说 主的日子已经到了 很显然的 这样的方式起到了作用 导致到人的心开始动摇 还有恐慌 特别是正在面对逼迫和困难的信徒 就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已经被神抛弃了 所以保罗说不要被欺骗了 主的日子还没有到 但是面对这种破坏性极强的欺骗手段 保罗不只是要劝我们 不要被欺骗而已 而是要我们加强 还有装备 分辨真伪的能力 所以第五十五节 他就说 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地稳 繁琐领受的教导 无论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在这里凡所领受的教导 意思就是说 保罗和他的同工 所亲自教导教会 那些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教导 我们都要抓紧 作为对抗欺骗 分辨真伪的武器 今天有很多的诈骗集团 冒名行骗 比如我们的教会的同工 经常就会收到了一些假冒 我们的牧师们的电邮 要我们帮他们购买 gift card 什么的 这些的电邮仪假乱真 让我们有一些同工 差点都会上当 要防范这种诈骗的行为 我们也只有不断地提醒同工 在收到这些电邮之后 无论如何 都要先即刻做什么 打电话 沟通 确认 也教导大家 要如何的识别 假的 冒名的这些电邮的油脂 十几年前 我在这个eBay上面 用低价呢 买了一个 号称是正品的 Yonex的羽毛球拍 喜欢羽毛球运动的人 一定会对这个品牌不陌生 但是当我收到这个羽毛球拍的时候 拿在手上挥一挥 我感觉好像自己被坑了 但是又说不出 哪里不太对 所以呢 我就到这个Yonex的官网上面去 看一看 有什么能够让我能够鉴定 这个真假的方法 结果在这个官网上面 真的找到了鉴定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 官方所提供的比对的照片 左边的是正品 右边的是纺织品 所以假如不是这个官方自己 提供这个识别的方式 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鉴别真伪的 所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有很多冒着基督教的名 招摇撞骗的异端写说 他们以基督教的名义来装饰 他们的谎言和错误的圣经教导 使人难以分辨真伪 除了误导非信徒 也让我们基督徒对于自己的信仰 产生动摇 甚至离开纯正的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为了抵挡这些假教师 扭曲我们的信仰纯正 在不同的时代当中 教会发展出了一些 简要的归纳的圣经的教义文件 好叫神的指名 可以在混乱的世代当中 来分辨错误 还有正确的圣经的教导 并且清楚地 把自己所信的这些真理 宣告出来 其中有各种的信经 要理问答 还有信仰的告白 我们熟悉的 有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海德堡要理问答 西敏要理问答 伦敦进信会第二公认信条 等等 这些都像是一个官方的 鉴定的工具 装备信徒 有鉴定信仰真伪的能力 其中这个使徒信经 是教会历史当中最早期的信经之一 教导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真理 我们从今年一月开始 每一个月的第二周 我们都会一起来诵读这段的使徒进行 对吗 里头讲到三一神 讲到基督的降生 受死 埋葬 复活升天 将来要再来 也讲到圣灵 讲到普世教会 讲到人的罪得赦免 讲到身体复活 有永生 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 作为认识基督教的好的开始 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区分我们的信仰 还有其他宗教的不同 当然对基督徒来说 唯独圣经 是我们最高的权威 因为圣经代表了神自己 他有一切关于福音 还有信仰生活当中 所需要足够清晰的教导 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读经 要查考圣经 要听到 要上主日学 套用我们正牧师常常所说的 我们要分辨异端学说 最好的方法 就是深知自己所信的是什么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所以在这里 再一次鼓励大家来参加 夏季主日学 今天就已经开始了 郑牧师还有刘长老所教的 这个识别异端 还有潘传道跟五长老的 从约翰福音中认识主耶稣 这两个主日学的课程 都是要帮助成熟的信徒 或者是非信徒 或者是刚刚受洗的信徒 来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信仰 此外 我们的教会 也要成为一个认信的教会 这是经常公开集体的宣告和承认 我们所相信的真理 我们经常在主日崇拜当中 一起诵读识读信经 来宣告我们信仰的核心 所以我挑战大家在这个暑期的时候 把这个使徒信经背起来 我们也可以有计划的来学习 药理问答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团契 或者是小组当中 有系统的走过这些药理问答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学生团契 就曾经使用过这个1563年出版的 海德堡药理问答 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信仰 带来很多的帮助 除了早期的传统的药理的问答以外 近年来的出现了一个叫做 新城药理问答 The New City Catechism 这个新城药理问答 以现代的语言 还有表达的方式 帮助成人建立基本的教义 基督教教义 也有儿童的版本 以简要的问题和答案 帮助儿童从小就打好信仰的根基 使到他们到老都不偏离神 假日我弟兄姐妹 想要这些资料的话 可以来找我来索取 因为将要再来的耶稣 拥有主权 所以圣徒能够分辨所信 也要深知所信 第二 因为将要再来的耶稣 是拥有主权的君王 所以圣徒要警醒预备 基督的再来 从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当中 保罗接着说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叛教的事 并有那不法的人 那沉沦之子出现 那抵挡者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明的人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为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祂的是什么 我要使祂到了时机才出现 因为那 因为那不法的隐蔽 已经运作 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挡的 要等到那阻挡的被除去 才会发作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出现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 灭绝他 以自己来临的光辉 摧毁他 这不法的人来 是靠撒旦运作 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不义的诡诈 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好让他们得救 不此神就给他们一个 引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 持一切不信真理 道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所以在这段的经文当中 涵盖了一些复杂的 末世论的课题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 但是我们今天 不会来处理这些的问题 而是按照保罗写信的目的 还有脉络 来明白这段的经文的意思 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要说 主耶稣还没有再来 因为主再来以前将会发生一件事 也会出现一个人物 这件事和一个人物 保罗说是叛教的事和不法之人 这个人将会是一个硬着景象 不顺服在位掌权的 而是把自己的地位放在所有律法 和所有的神之上 是一个狂傲自大 无法无天的人 这个人有控制全世界的能力 他也有能力行神迹启示 他要这个世界 以他为神 以他为王 这个人是一个抵挡神 甚至是想要代替神的人 所以在约翰一书当中 二章十八节 称这一个人为敌基督 他不单是基督的反对者 他更想要代替基督 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所以耶稣说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 基督在这里 或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骑士 如果可能 要把选民也迷惑了 虽然这个人 要来称自己是王 是神 是拥有这个世界的主权的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 对他的描述 却是很讽刺的 因为这个人 并不是能够来去自如的 而且他是会被拦阻的 是会被阻挡的 是要按着掌管时间的神 所定下来的时机 才可以出现的 就像《词徒行传》一章七节 记载了耶稣升天之前 说的一句话 护平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神的话语在这里是再次的来教导我们 基督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 只有神知道 因为他是掌权的神 那位自称为神的敌基督出现的时机 也不是他自己可以定夺的 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 才是那位掌王权 居守卫 拥有完全至高主权的神 当教会面对各样患难 还有逼迫的时候 神仍然掌权作王 他是全能的 就算是将来不法之人出现的时候 然后耶稣也要再来毫不费力地摧毁他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 这个重点 让保罗的教导带给我们安慰 还有盼望 也要提醒我们要警醒等候 预备基督的再来 最近这个大休斯顿暴风雨的活动非常频繁 德州的一些的区域 更加是有水灾 有龙卷风的出现 这些的现象让我们想到 台风的季节又来了 每当这一段的时候 政府就会提醒我们 要为这些台风来做准备 也要经常留意天气的预报 毕竟经历过这个2017年的Harrie Kent Harvey 这些人我们就知道 台风和暴风雨 可以带来怎样的破坏 当我们今天再次进入台风季节的时候 怎样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 还有反应呢 我们应该毫无感觉地 不做任何准备呢 还是我们应该反应过度 在家里囤积过量的台风 应急的食品还有物品 然后每一天在家里逐步出户 这两种极端的反应 好像都不太正确 也不太健康 假如你经历过休斯顿地区 无数次台风季节的人 可能就更懂得 要如何做适当的准备 比如购买合理数量的食物 为房子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制定各种应对的方式 包括要撤离到哪一个安全的地方 经常留意一到两周天气的预报等等 最重要的是 在做这些相应的准备的当下 仍然过着平常的生活 在平静当中有警觉的心 在警觉当中仍然有安稳 基徒在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 也应该是要这样的 在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注意事态的发展 看看信实的神如何来应验祂的话 也让我们有警觉的心 来做适当的预备 我们不要以为生活在美国 不法的事离我们很远 其实这些事 这些逼迫已经尽在咫尺 社会道德沦丧 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心底 各种价值观 已经全面地崩塌 人的罪 在提倡自由的社会当中 越来越被淡化 使人越来越不认为 自己需要耶稣的救恩 结果我们的社会 越追求自由 就越被罪恶所困绑 当社会越来越败坏的时候 持守真理的教会 我们一定会受到巨大的逼迫 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最好 却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 亲爱的教会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 但是警觉不表示时刻都要醒着 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睡觉 好叫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 可以精神抖擞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与复活的基督保持连结 在神的话语当中保持清醒 也许在我们当中 有些弟兄姐妹 特别的喜欢研究圣经当中 讲到关于末世的预言 也会特别的比照 今天的这个世界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圣经所提到的 各种的末世的预兆 其实这样的做法呢 在某种层面上面 对我们的信仰是有贡献的 特别是当我们在探讨 这个末世论的这个层面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成天把自己沉浸在 这些资讯当中的 这些基督徒 他们没有因为 看到末世预兆的发生 而对基督的再来 感到更加的平安 更加的喜乐 反而是更加的害怕 还有消极 我想这不是保罗在这里 要教导关于末世预言的 这个目的 保罗在这段的经文的 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稳固信徒动摇的心 以平安来代替心慌 以描述敌基督的这个事 来教导神的主权 建立信徒所需要的警觉度 此外 当我们在教会当中 讨论或者是辩论 关于末世论的各种 千禧年的这个论述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 无论如何 基督将要再来 这是让我们感到 莫大安危的事实 神也会按着 他自己的主权 还有时间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成就 他要成就一切的事情 因为将要再来的耶稣 拥有主权 他是拥有主权的君王 所以圣徒要预备 警醒基督的再来 第三 因为将要再来的耶稣 是拥有主权的君王 所以圣徒能活出 美好盼望的生命 接着第十三到十七节 最后保罗说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拣选你们成为出俗的果子 使你们因信真道 用蒙圣灵感化成圣 得到拯救 为此 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 呼召你们 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得稳 凡所领受的教导 无论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都要坚守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 和纳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及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行善 善行善言上 坚固你们 保罗在这里 借着感恩 勸念 还有祷告 来带出神的主权 也彰显在 信徒的得救 的这件事上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得救 我们的成圣 都在神的手里 他是满有主权 恩典的神 他在基督里 已经把他的爱 赐给了我们 也借着基督的福音 呼召了我们 使我们在基督里 得荣耀 因为他 以他的恩典 牢牢地 抓住我们 使我们可以 站立得稳 持守 他借着使徒 所传给我们的道 就是神的主权 是神的主权 激励我们 对未来的事 有盼望 除此之外 保罗更为我们 祈求神 亲自用永远的安慰 还有美好的盼望 来安慰我们 使我们今天 在困难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也有能力地 活出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盼望 每一次 当我们谈到主权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一种 莫名的距离的感觉 好像这一位 拥有主权的神 祂是高高在上的 是我们无法靠近的 我们甚至不认为 这样的神 会明白我们的软弱 还有苦楚 但是在这个 结束的祷告当中 神也要告诉我们 祂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 还有害怕 奇妙的是 祂用祂的主权 来安慰我们 给我们希望 就好像一个 有威严的爸爸 他愿意温柔地弯下腰 用坚定的 有能力的 令人可以信任的 慈爱的双手 把一个正在哭泣的孩子 抱起来 安慰一样 这个就是 天撒努力家 后书第二章当中的 福音的信息 神在宝座上 掌权作王 而我们都在 祂的手中 一个身患癌症的人 需要鼓励 来面对下一个化学治疗 但是祂所需要的 是比这个更加多的 是一种永恒的鼓励 还有持久的能力 祂所需要的是 永远的安慰 和美好的盼望 因为神所赐的 这个美好的盼望 不单单只是 让人能够期盼 下一个困难 会有所好转而已 这个美好的盼望 是让人能够看见 新天新地的前景 所以基督徒 不能够像这个世界 看待失误那样 来看待这个 被咒诅的世界 因为我们拥有 这个美好的盼望 虽然我们的生活中 遭遇了别人 对我们的伤害 但是因为有 这个美好的盼望 我们的伤痛 就在基督里面 完全得到了 医治还有接纳 也许我们突然间 失去工作 心里会慌张 但我们可以靠着 那位次人 有盼望的主 我们的天父 他必定会供应 我们每一天 生活的需要 虽然我们的生命 有许多的软弱 还有失败 但是这个美好的盼望 使我们明白 神已经在基督里 饶恕了我们 赐给我们 赦罪和确据 也许我们 因为失去了 我们所亲爱的人 但是这个美好的盼望 使我们可以得到安慰 深信已经复活的基督 再来的时候 会让他们 复活过来 和我们一同与主相会 虽然我们可能 即将就要面对 信仰的逼迫 因为有这个美好的盼望 我们就能够忍受 世上短暂的痛苦 并且不放弃 我们的信仰 因为将要再来的耶稣 拥有主权的君王 所以圣徒 能活出美好盼望的生命 今天 神用祂的话语 来鼓励我们 安慰我们 提醒我们 使我们在这个 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中 每天面对着 各种冲突的事件 发生的同时 让我们记住 我们的君王 他是那位灭绝 以及废掉那无法 及的这个黑暗势力的 这个掌权者 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他 站立的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分辨所幸 扎根在他的话语上 活出美好的盼望的生命 过着一个 由警醒预备 基督再来的生活 因为基督是我们 坚固的磐石 我们盼望 唯一的依靠 让我们一同地来站立 在基督坚固的磐石 让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来唱坚固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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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神秘 立在基督坚固的磐石 其余更基全是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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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基督坚固的磐石 其余更基全是沙徒 三节 基督坚固的磐石 其余更基全是沙徒 其余更基全是沙徒 基督坚固的磐石 其余更基全是沙徒 基督坚固的磐石 基督坚固的磐石 传代酒主 血白衣袍 圣洁无瑕 礼宝作前 立在基督坚固的磐石 其余更基全是沙徒 其余更基 立在基督 立在基督坚固的磐石 其余更基全是沙徒 其余更基全是沙徒